陈昭妃博士魅力无法打 签书会大排长龙 甲瓷季禁思书宣主办的 营养免疫学讲座 吸引900民众出席 讲座我在基隆博也听过 很多年前 所以我现在来到这里 没有来会很可惜 是因为昭妃博士的关系 听过昭妃博士讲的讲座 你必须要了解到一点 健康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 我必须要改变我的饮食习惯 我必须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那么我就不需要 去长期的使用药物了 药物不适万能 预防胜育治疗 陈昭妃博士将你提升人体免疫 从三餐饮食开始 还没有接受健康讲座之前 我的孩子每两个星期 去看医生一次 多吃蔬菜水果 然后纤维方面也要很注意 现在就慢慢看到他们的改变 因为我的孩子 他的皮肤很不好 我是来听看到底怎样子 改善他的免疫力 以前有长了 12指肠有长益力量 虽然不是恶性的 这我需要来听听看 预防万语 这样子 要用饮食开始 然后要有运动 那就是说 医生菌靠自己培养 多吃一点高纤维的食品 你就能够培养出好的医生菌 少吃一点肉类 了解食品的属性 选择各种颜色的蔬果 摄取均衡的营养 素食也可以很健康 我会觉得吃素食 是不是营养不足啊 可能蛋白质之类 我们会不足够 所以还是有时候 还会餐一点肉类 不过听了今天的讲座 后对于吃素食 比较有信心 我还没有接触 陈博士之前 我也是比较会喜欢 蔬菜水果 后来接触了医养养医学 我更加的认同 每一天都有尽量是 两餐是吃素的 为健康无素 现场247人响应 111书醒日联署 支持世界书醒日 大海新闻理财经 周一集玛丽甲报导